Alan哥又是益大家了 是 今次 很多人都喜歡研究看位 甚至有些人做一次性愛 他換十次姿勢 換姿勢可能是新鮮的 我今天有三個姿勢 介紹給你們 Karen 你現在幫我 到男生躺下吧 OK 女生通常坐在男生上 但是這次我們不同的玩法 女生要背對著男生 就是這樣 男生很舒服 Karen只能是看圍片的後面 對 有一個神秘感 有些女生有腰窩還會更好 有條線在 不…這兩個位置有一個凹凹 Karen, 你覺得怎樣? 在後面看過 Karen, 你做死魚的感覺是怎樣? 可以動兩隻嗎? 這個位置很棒, 非常舒服 做男人真的很幸福 像皇帝 像皇帝 Karen, 是死魚 Karen 死魚也不能做太久 還有呢? 第二個姿勢 就是萬字甲 這就是世界裡的經典姿勢之中的 男的也是躺在那裡 女的要把腳放在男的肩膀上 Karen, 你捱著死魚 不用怎麼做 然後波波把腳放在Karen的肩膀上 Karen也是做死魚的肩膀 肩膀上來… 肩膀上來… 肩膀上來, 肩膀上來… 這個就形成了萬字甲的動作 他們真是萬字甲的動作 他們都會吵架了 這麼難, 才可以打 Karen… 真是萬字甲的 不要緊, 我們三天甲 你這樣… 你這樣… 這樣 你這樣… 看著自己大肩膀 好了…很小心, 算了… 最後一個動作比較危險 我自己來試 這個就是男生站起來 女生要繞他起來, 躺在這裡 就像騎膊馬一樣 騎膊馬, 它是不是… 面向站著你 面向站著你 就像上一集波波說 說要幫下面的妹妹 服務, 修修和人房 走開這個, 但比較有危點 所以建議女生騎上去之後 找東西附著 還有, 那間房子 那個樓底要留得這麼高 因為是市民要的 對… 有危點就行了 好了…Ben Sir 終於說到你很想知道的 亂手亂腳癖 是的 Chris, 其實我也很關心 我們公司的同事 話說我們是一位導演 可能是性癖好方面都有些問題的 他會經常想我們的女同事 穿長襪去做個Chris 看一些 是… 我們說一位導演 他的精神和心理健康 是否需要關注他呢 亂觸或者一些亂脈 英文就叫做Faticism 對於一些物件或某一些身體的部分 而產生一個性的幻想 足以令你能夠去到性格高潮 但是他的編號會不會去到有病呢 如果有病的話 那就會收回你的物件 對吧 對… 因為他其實不僅是看得到 摸得到 他還要聞得到 哇… 有時還要是即時除那種體溫 他有特定的癖好 他要把所有的東西結合在物件 如果當他自衛的時候 物件帶來性興奮 以及性賞就好了 哇… 有畫面 對不起 對… 觸膠、暖觸那些 又是甚麼狀態呢 以性調師來說 觸膠其實也算是一種很特別 所謂變態、不正常的癖好 只要你在做愛的過程中 其實不是完全代替了整個伴侶 整個人 這樣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你其實也是一部分 觸膠不是四隻腳互相撩來撩去 是嗎? 是用腳、腳趾來撩去 兩隻腳 兩隻腳成為了一個虛位 然後陰境在那裡 就是磨砂 我想Jojo和波波可以嘗試一下 這隻右腳 纖纖細細的右腳 就代表男性的姓勵 是 波波, 你示範一下 就像乳膠一樣 就是這樣搓、踩、踩、壓都可以 我覺得應該要腳趾和腳踩合身 這樣就可以強勁一點 很舒服 很緊緻 很棒 爸爸, 你也會很累 不是, 練拳 可以練拳拳 練拳拳 原來腳都可以玩到一頓 其實只要運用想像力 其實就是什麼都可以玩 難怪很多時候新聞報道 有很多案件說 例如他人內衣褲 就是這麼假的 他人蜜蜜蜜 其實這是一個病嗎? 是否可以治療的, Chris? 看程度之分 有些人對於某一些 有些特別的喜好 我們不是叫癖好 這樣就不算一定去過病 是可以治療的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 背後會有一些 我們叫做 抑鬱 抑鬱 或是患鬱 一些的焦慮 如果有 其實有些藥物可以控制 當然也有些心理治療 或者性治療上面 其實可以幫助到他們 其實除了戀物之外 我們在性治療師 或者是性學界裏面 其實有八樣東西 就是一些特別的性癖好 戀物是一種 就是露體 就是褲 褲、偷窺、磨擦癖 或者我們稱為癡漢 戀童、S和M 所以什麼癖好 都要點到即止 是呀 說你很漂亮 對 我這裡就一個 不是點到即止的例子 我看到一個北周變腳殺人狂 他喜歡埋著自己的一條絲 去欣賞它 而且他喜歡在墳墓 刮一條絲出來 跟它有性格 那樣其實是戀絲癖 如果你說戀絲 他們有可能會有一些嚴重的罰罪 包括可能是奸殺 哇 有些人可能躲在殮房裏做等等 接觸到屍體 有時他們未必一定要有intercost 但是摸它 摸屍體 他看著 他已經有一種興奮 可能安安靜靜 他聽你說 很恐怖 其實是一種很極端的 對 其實除了這些戀絲之外 其實有一個也不知道是否叫重口味 就叫聖上癮 你們有沒有聽過 聖上癮 聖上癮即是怎樣 如果一天七次 算不算是聖上癮 我想都是看自己 譬如自己正常上癮 一天兩次 不是 越來越多 這是自己是自己的 即是跟自己相比 這是不自己相比 沒有理由你跟我相比 我跟你相比 可能工作 重點 經常都想到性上癮 應該是這些叫做性上癮 這很辛苦 我認識一個個案 然後一個案是說 有一個女生 她是有性上癮的 她可能同樣有創傷 她就是跟了六個男人 租在同一間屋裡 每天就是不斷地發生性關係 接著六個男人就各自 每個月都給他一些家用 他只是家用而已 是不是 他只是有聖上癮 不是純粹拿錢那麼簡單 不是純粹拿錢 他就是喜歡那種不斷不斷地 每天都這樣做 其實聖上癮有很多特徵 你看一下自己有沒有中 第一個就是 不能自控地進行 與性有關的行為 即是你不能控制到自己 很厲害 Alan哥 然後第二個就是 就是持續地進行與性有關的行為 你不能控制到自己 而且繼續這樣 是, 繼續的 第三個就是 引起時會手震, 心… 心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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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名字 無汗 是 你好像說得沒問題 第三個是很嚴重的 又手震, 又心跳, 又出汗 其實這三個男生都很容易有 我看普遍的男生都有手震 即是香港的男生普遍的成熟 人, 又出汗, 又出汗 你死了 你是不是全都在拍攝 你不是普遍的男生, 你有感受 你怎麼這麼嚴重 你怎麼這麼嚴重 救命 不要 好, 第四個就是 情緒容易被性有關的行為波動 第五個就是 性行為而不略, 社交生活或工作 第六就是對家人、朋友或伴侶造成困擾 不能自控的 不能自控, 你做任何事都是出事的 不僅是性行為 對, 因為它再嚴重 不能自控, 還要繼續貼住 二十四之前不能自控, 保持手震 還要有情緒波動 其實很影響工作 我想了解有性上癮的人 他自己是否開心 還是他真是討厭自己 你控制不了他自己 對 你控制不了他 可能真的會討厭自己 他討厭自己 他討厭自己, 我就要這樣做 這個會手震 Chris, 我想問一下 怎樣分辨自己是喜歡性行為 還是性上癮呢? 普通一句 Karen你說這是性上癮的特徵 其實什麼上癮 都是這類型的特徵 例如他喝酒上癮 可能是賭博上癮 他最重要是有很多控制 他控制不了自己 我們在定義上就沒有多少次 一日七次是否呢? 還是性上癮, 還是我喜歡呢? 其實看你能否停止 如果第六次就能停止 第五次我想停止就能停止 那就已經可以了 我們精神科學上說 定義是六個月 如果六個月都持續有這些情況出現 我們就會這樣說 所以我們今集說了很多性喜好 和很多重口味的性癖好 正如剛才我們的太腰Dr.Chris所說 顧問你們做什麼都好 總之不影響別人不犯法 其實是沒什麼的 好, 我們下一集 沒有人性介紹 繼續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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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